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永樂老師 經常有小朋友問我比特幣到底是什麽 我們準備通過兩期節目給大家介紹一下比特幣的基本原理 那今天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挖礦到底是怎麽回事 比特幣是什麽呢 比特幣實際上是一種電子貨幣或者叫數字貨幣 它是基於密碼學的一種貨幣 這種貨幣跟我們以前用銀行卡裏面那個貨幣它不太一樣 它的出現是一種傳奇 在2008年的時候 金融危機 2008年11月1日的時候有壹個網絡集客 它化名叫中本聰 這個中本聰我們到目前為止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誰 它在網絡上發表了壹篇文章 這篇文章我們現在管它叫白皮書 全名叫比特幣壹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 它在這個白皮書裏面提出了這樣壹種構想 就是說我們可以設計壹種去中心化的電子記帳系統 去中心化的電子記帳系統 我們在進行交易的時候最重要壹件事就是記帳 就是記帳 比如說我付給妳多少多少錢 我要檢查我自己的銀行卡裏還有沒有這麽多錢 對吧 我付給妳之後我還剩多少錢 這就叫記帳 對吧 那現在的記帳是誰來記呢 是銀行記 我們不管是用信用卡還是用這個支付寶或者微信 都是銀行來記帳 我們信任銀行因為銀行的背後是國家的信用 對不對 那麽它這個中本聰就說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壹種中心化的這個記帳系統 我們可以去中心化 每壹個人的帳本都是讓別人去看 都是公開的 這就叫去中心化電子記帳系統 舉個例子來說 比如說有這麽幾個小朋友 這幾個小朋友分別叫ABCD他們進行交易 買東西賣東西之類的 那所以相互之間就要進行支付 對吧 支付的時候 比如說有壹次A先支付了10個比特幣給B 這件事情A要記帳 記帳了之後妳不能自己留著 因為妳自己留著 別人不信 對吧 所以妳要把這個賬單要廣播出去 要告訴所有人 所以說A把這賬單告訴B 告訴C又告訴D了 廣播到網絡上所有人 過了壹會B要進行支付 比如說B支付了5個比特幣給C 同時B把這個賬單告訴D告訴A 再告訴C 是吧 然後這個C又支付 比如支付了2個比特幣給D 是吧 同時C也要把這個賬單告訴其餘的所有的人 好 這樣 那麽這個賬單我們會把它進行打包 然後打包成壹個塊 這個塊我們就叫它區塊 這壹個區塊裏面它大小大概是壹兆 我們可以存4000條左右的交易紀錄 有時候多壹點 有時候少壹點是取決於每壹條紀錄的大小 好了 這個塊打包完了之後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塊鏈接到以前的交易紀錄上形成了壹條鏈 就把這個塊接到以前的塊上 然後過壹會再把新的塊接到它後面 就叫區塊鏈 就這麽回事 是吧 那好 我們有了這麽壹個系統之後就要解決幾個問題 什麽問題呢 比如說這個賬單以誰為準 這就是壹個問題 以誰為準 因為每個人的賬單可能是不壹樣的 比如說A他可能會先記錄A把10個比特幣給B這件事 後記錄B把5個比特幣給C這件事 但是因為網絡的延遲效應 D這邊可能不是這樣的 D的順序可能是先記錄了B-5個比特幣給C 然後A又-10個比特幣給B 對吧 每個人的賬單可能不太壹樣 你到底是以誰為準 第二個就是我們為何要記賬 憑什麽妳廣播給我 我就要收著呢 憑什麽我要去花我自己的電腦資源 記錄壹個跟我無關的這個賬目 對不對 為什麽要記賬 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如何防偽 什麽叫防偽呢 比如說這個B廣播了壹條消息 說A支付了10個比特幣給他 但實際上A並沒有支付給他 那這就是壹個偽造的記錄 我們怎麽去防偽 對吧 怎麽去防止篡改 之前的記錄我們把它改掉 這個怎麽辦 如何去防止篡改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問題 比如說如何防止雙重支付 壹個人同時發給兩個人10個比特幣 但它實際上壹共就只有10個比特幣 還有就是如何進行保密 妳這個信息都是公開的 那別人不就知道妳有多少錢了嗎 怎麽去保密 等等壹系列的問題 我們今天主要最研究前兩個 以誰的賬單為準 還有我為什麽要記賬 我們首先來說壹下為什麽要記賬 記賬是因為記賬有獎勵 記賬的獎勵 記賬的獎勵 那麽每壹個比特幣系統中的這個用戶 他都可以去記賬 如果他記了賬 第壹個 他有手續費的收益 手續費 什麽意思呢 就是A-10個比特幣給B的話 A必須要多付出那麽壹點點 這壹點點就是給這個打包的這個人 他記賬的這個人 他的壹個手續費 這個如果妳要是用銀行卡的話 其實也有手續費 而且還其實挺高的 那如果妳用比特幣的手續費就低了 對吧 這就是第壹個他的收益 第二個他的收益 就是打包的那個人 他有壹個打包獎勵 打包的獎勵 只能是壹個人打包 這壹個人他會獲得獎勵 獎勵是多少呢 鍾本聰在2008年提出這個系統的時候 他設計了這樣的壹個方案 就是每10分鐘打壹個包 每10分鐘打壹個包 最開始這壹個包會獎勵打包者50個比特幣 過了4年之後 每打壹個包會獎勵妳25個比特幣 如果妳要是再過4年就獎勵12.5 也就是每過4年之後它會減半 咱們來算壹算比特幣壹共有多少個 首先每過10分鐘妳會打壹個包 這壹個包有50個比特幣的獎勵 對吧 壹個小時有6個10分鐘可以打包6次 然後每天有24個小時 每年有365天 前4年的時候都是這樣 我再乘個4年 但是第二個4年就不是這樣 第二個4年會減半 對吧 所以我要再乘個第一個4年 第二個4年會乘個1⅔ 第三個4年會乘1⅔的平方 第四個4年1⅔的三次方 這樣壹直加下去 如果我們把它都算出來 最後結果大概是2100萬個 也就是說這個比特幣壹共就只有2100萬個 它是通過打包獎勵這種方式把它擴散出去的 對吧 就是這樣的壹個問題 那正因為有的這個手續費和打包獎勵這兩條 所以大家都搶著去打包 你搶著去打包 那以誰為準呢 下壹個問題 以誰為準 對吧 以誰為準 只能是壹個人打包 對吧 這個權利給誰呢 中文聰想了壹個辦法 叫工作量證明 這個工作量證明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說每壹個參與的用戶他都要去做壹個很難的數學題 這個很難的數學題你把它做出來了 那妳就可以有權利進行打包 妳如果要進行打包了 妳就會獲得手續費以及打包獎勵 對吧 這個很難的數學題難道什麽程度呢 難道沒有任何壹個人能夠直接通過腦子把它做出來 我們必須壹個壹個數去嘗試 直到妳把它嘗試出來了 那麽妳就獲得了這個獎勵 所以這個過程我們就稱之為挖礦 稱之為挖礦 如果妳把這個數學題做出來了 妳就獲得了這個打包的獎勵 而這個打包的獎勵就是幾十個比特幣 對吧 妳就稱之為挖礦成功了 這就是挖礦的含義 那麽具體這個數學題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咱們來往下繼續說 我們下面來講壹下挖礦的具體原理是什麽 挖礦的原理 挖礦 我們剛才說過 它是做壹個很難的數學題 但是這個數學題並不是看妳腦子聰明不聰明 而是看妳CPU的速度如何 因為沒有人能夠通過腦子把它算出來 大家方法只能是壹個壹個式 具體的原理是什麽呢 首先我們回憶壹下 以前我們曾經講過壹種叫做哈希函數的東西 這個哈希函數 它的意思也可以叫數字摘要或者散列函數 它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把壹個字符串通過壹定的運算 轉化成壹個摘要的形式 而且妳正著算比較容易 反正算很難 比如說哈希算法裏面有壹個很著名的哈希算法叫SHA-256 SHA-256 這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發明的壹種算法 如果我把壹個字符串輸入到這個SHA-256函數裏邊 比如這個字符串叫APPLE 輸出了多少呢 輸出的是壹個二進制數 這個二進制數有256位 比如說1010110110 沒有什麽規律 是吧 一共有多少位呢 壹共有256位 256位 所以就叫SHA-256 而且這個算法就是不管妳前面輸入的是什麽 那後面它結果都是256位的壹個二進制數 妳把壹個十個計的電影放進去 它最後輸出的還是256位的數 而且如果你改壹點點它這個數字都不壹樣 比如我在APPLE這我加壹個點 多了壹個點 最後這每壹位的數字都有可能會發生變化 這就是它的壹個特點 而且哈希算法的難度就在於它正向 有去之處它正向算比較容易 正向算比較容易 但是它反向算非常的困難 這就是它算法的壹個特點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吧 有這麽壹個函數 就是x的三次方加Log2x加SiEx等於y 我是舉個例子 妳給我壹個x讓我算出y來 其實這個並不難 但是妳給我壹個y問我x是幾 這就很困難 哈希函數比這個還要複雜的多 所以它反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們只能怎麽辦 我們只能壹個壹個去試 假如妳告訴我壹個結果 妳問我什麽結果是這個 那我就只能壹個壹個試 一直把它試出來為止 這個就是哈希算法的壹個基本的問題 那麽這個挖礦其實就是基於這個SR56的這個壹個運算 我們來說壹下挖礦的具體的原理是什麽 剛才我們說到這個區塊鏈其實是壹大堆的交易信息 壹大堆的交易信息 比如說這個區塊鏈已經鏈接到了某壹個位置 從最壹開始 第壹個塊開始鏈 壹直鏈 鏈到了某壹個位置 這是目前的情況 這個塊裏並不只有交易信息 它實際上是有壹個塊的頭部 有壹個塊的頭部 還有它裏面有一些內容 這個內容其實就是信息 就是我們交易的這個記錄 賬單 現在有很多的人說我現在都想進行打包 為什麽 因為打包有獎勵還有手續費 對吧 每壹個人都有自己的壹個賬單 這個賬單是他收集了周圍壹大堆人造成的賬單 每壹個人都拿了壹個賬單準備去往上接塊 但是在接塊的時候他必須要算壹個數學題 什麽數學題呢 首先它會有壹個字符串 它會有壹個字符串 這個字符串裏邊的內容非常多 但是我們說壹些主要的 這個字符串包含哪些內容呢 首先包含目前的這個塊 目前已有的這個塊 也就是前塊 這個前塊的頭部 這個前塊的頭部 這是第壹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現在已經有的這個賬單 賬單的信息 你已經有打包好的這個賬單的信息 還有比如說像時間之類的 時間戳之類的 還有壹大堆亂七八糟的 然後還有壹個很重要的 就是有壹個隨機數 隨機數 這是妳的壹個字符串 現在妳對這個字符串做兩次哈希運算 做兩次這個賬256運算 它的哈希值等於什麽呢 等於賬256 然後賬256 然後字符串 妳把這個字符串做兩次這個哈希運算 這個速度其實非常快 妳壹下子能算出來這個數是幾 但是妳算出來之後會發現它是壹個256倍的數 對不對 這個256倍的數我們要求什麽呢 要求它的前N位必須是0 前N位必須是0 比如說妳算出來的這麽個數 這個數結果是00000 比如說有這個9個0 這有9個0 然後後面是什麽1011 一直到最後壹共有256位 妳算成這麽壹個數來 假如我的要求就是前9個位數是0 那妳就算對了 那妳就算對了 妳算對了妳就有資格去打包 妳就有資格打包的意思是說 妳要把妳算出來的這個哈希值作為壹個心塊的頭部 然後妳算出來這麽壹個數 對吧 壹個數 然後作為壹個心塊的頭部打壹個包 打完了這個包之後 再把妳這個包幹嘛呀 接到後面去 於是妳就接出壹個心塊來 接出個心塊來妳就獲得了什麽呀 獲得了妳想要的獎勵 就這樣 那麽我們怎麽能算出來前面這幾位都是0呢 就要改變壹個內容 就是改變這個隨機數 其他的內容妳是改不了的 對吧 所以妳就改變這個隨機數 隨機數最開始從0開始 從0開始 0算壹次看看是不是滿足條件 不滿足好 算壹 壹不行 算壹 壹不行算壹 它都是二進制的 妳就不停這麽試 直到妳把它試出來為止 而且大家要注意 每個人在計算的時候 它的這個題目難度是不壹樣的 為什麽呢 因為每壹個人雖然前塊的頭部大家都壹樣 但是妳所打包的這個賬單可能是不壹樣的 對吧 妳的時間開始時間可能是不壹樣的 還有妳的個人信息也是不壹樣的 所以造成了這個隨機數大小不同 有人運氣好 它第壹個數就算出來了 那直接就打包起來了 對吧 有人運氣不好 它雖然計算能力強 算得好長時間 最後也算不出來 不過平均來講是這樣的 誰的計算能力更強 誰就更有希望打包這個塊 誰就更有可能去挖到這個礦 就是這樣一個原因 所以大家為什麽批命的去買這個礦機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說 說這個我們有壹個難度的設置 這個難度的設置也就是這個N位 這個N是怎麽確定的 難度N的確定 顯然意見 前面的這個0它個數越多 這個問題就越難 為什麽個數多就難呢 咱們想像說在這個問題中 妳不可能反算 只能是壹個壹個隨機去試 每壹位上出現0的概率和出現1的概率各是50% 所以第一個是0的話 你概率是多少 概率是1分之1 對吧 概率是1分之1 第二位是0的話 概率多少 概率也是1分之1 第三位是0 概率也是1分之1 一直到最後壹位是0 概率也是1分之1 這樣乘起來結果得多少 得1分之1的N次幣 顯然意見 這個N越大 這個難度就越高 N越小難度就越低 對吧 那中本聰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是保證每10分鐘 每10分鐘它需要出壹個塊 需要出壹個塊 然後打包幾千條信息 那怎麽去保證呢 就是調整這個N的難度 調整這個N的數字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世界上有壹萬臺礦機 壹萬臺礦機 這個壹萬臺礦機 每壹臺的計算能力是14個t每秒 也就是每秒鐘可以計算14t次哈記運算 14t是多少 1t是10的12次方 所以這個數是1.4乘10的13次方每秒 每秒 好 那麽10分鐘妳到底能算多少次 咱們算壹下 這個10分鐘應該是600秒 對吧 1.4乘10的13次方 這是每壹個礦機壹秒鐘算的 再乘以10的4次方 這表示有壹萬臺礦機 然後妳還得乘以10分鐘 大概是600秒 對吧 這個數字大概是8乘10的19次方 也就是說 10分鐘大家可以進行這麽多次運算 這麽多次運算 那我們再想壹下 妳如果概率是1√2的N次幣 妳想出來這個塊的話 妳需要計算的次數就是2的N次幣次 妳概率1√64的話 妳出了這個塊平均妳要算64次 同樣道理 妳算了這麽多次 對不對 那麽它大概相當於是2的多少次幣呢 我們可以通過計算發現 如果這個N等於66的話 這個時候妳的出現概率 能夠算出的概率是1√2的66次幣 然後妳平均需要算的次數 平均的次數就是2的66次方 大概也是8乘10的19次方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礦機就會把難度設置成N等於66 第一個能夠算出來前66位全都是0的人 就成功打包這個塊 也就成功的挖到了礦 妳沒有辦法讓自己運氣變得更好 妳能夠做的就是買更多的礦機 然後拼命的去挖礦 這樣妳就有可能會得到這個比特幣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原理 是吧 好 我們這次解釋了到底區塊鏈 這個塊到底是怎麽形成的 但實際上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比如說我們如何去防止這個雙重致富的問題就沒有解決 我們還沒有解決說我們怎麽防止偽造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我們會在下一回再給大家做介紹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在西瓜視頻YouTube帳號李永樂老師裏關注我